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事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雅居拉 他身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晋带着七百吉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因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坏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希拉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为道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即抗拒 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上 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督司部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加留做雅盖雅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这个人 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加留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若是光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加留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基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剑格里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允 就辞别他们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开船 离了以弗所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阿去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哀次经过加拉泰和弗里加地方 兼顾众门徒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身在亚利山泰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雅俱拉听见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雅该雅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 极有能力剥导犹太人 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在众人面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